空運你怎麼觀察今年的三國大戰 啊 今年的三國大戰 完全打到現在就是一片亂打 大家以為藍白河完了以後 會稍微好一點 好 結果沒有想到 這三天 這個週末 都要傳這一張照片 對 通通都在傳這一張照片 好 那個 看 這個是人渣文本 就是我們小周的臉書 然後這個在臉書上面 今天在洗 類似的東西都在洗河道 年輕人都在傳 而且男生女生都在傳 男生就好討厭 對不對 好恨 你怎麼可以碰林江 把你的手拿開 離開那個女孩 我們看一下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的女主角 現在拍到側面了 她是林襄 林襄在那個 50歲以下的男人當中 是很紅很紅很紅的 你怎麼可以碰她 然後他們有一個公開的活動 然後公開的活動 前面那個金黃色那個有點是剪彩的彩帶 然後在影片上趙超康事實上是站在林襄旁邊的 對 但是他某一個角度 實在是非常的貼 對 然後貼到這個變成網路的 去聞他的頭髮 網路的影片瘋傳 聞頭髮這件事情我們還沒還沒注意到 是女生 是我們一個女的臉友 她講說 她那實在太噁心了 而且這些事情對於年輕票 男生女生 等一下等一下 這張照片就變成流量密碼 就是很多人有梗這樣子 就男生也有梗 然後女生也有梗 所以我就說綠的白的打了半天 趙超康都沒有這張照片有效 好 這是自殺而非他殺 對不對 好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呢就是那個誰 這個民眾黨 好 吳欣營 好 這是副總統 對 然後我們大家就開始貼 好 這是 這是本來就有在網路上面賣的一件T恤 好 因為T恤 因為林鄉不是 那個吳欣營不是不願意回答 那個記者問題嗎 是 對不對 那以後就乾脆不用回答 穿這件出來就好了 然後短袖580 然後那個長袖680 你哪來那麼多問題 然後這樣講了以後 大家給他比OK 這樣日子就可以過了 好 這個就是 另外一個副總 所以大家現在在外面 這個 這個連網路上面講 那流傳的是什麼 那沒有人要看總統辯論 總統辯論就那幾個 該講的都講完了 所有人都要想要看副總統辯論 所以副總統辯論一定要辦 理論上大家打過選舉都知道說 我們最後這一個多月的時候 是要打什麼事情 他也沒有在什麼講政見 講理念 最後一個月就是吹票 就是硬著吹 然後就說我民調不好 差一點點怎麼辦 打陸戰 那個陸戰還不是跑行程的這種陸戰 你像阿扁以前或什麼 那根本就徒步掃街 那我就 叫我每一天走十幾個鐘頭 走給人家看 然後或者是幹嘛 那個已經開始要佈置這種行程了 打陸戰的行程 而且有看到人比較容易吹票 對 而且 這很明顯看到影像跟看到面對面 還是不一樣 你看小英的時候是怎麼打 小英到最後一個月 什麼返鄉專車 什麼大家一定要去投票 就把那個選戰的理由打出來 現在你有看到嗎 沒有 沒有 也許還沒有 大家還覺得還有一個月 四年前這個時候 我在社群都看到有蠻多年輕人 尤其在海外唸書的 連機票都在訂 然後都在PO自己訂到的機票 因為到後來的這一個年輕人的投票率拉到那麼高 是因為有一些在海外唸書的都回來投 對 所以剛才軍縣委員講的事情 我補充一下 就大家沒有把形式看清楚 第一個形式 你看這個民調 最明顯的東西是什麼 從這邊開始賴清德跟柯文哲完全成反比關係 對 一個下來 一個V型下來 一個就 就艱形上去 就賴科差距拉大了 那是反比關係 所以其實從民調上來你就可以很清楚看到說 這個柯文哲柯粉的票 有一部分被民進黨吃走了 很大一個部分會跑去賴清德 而不是跑回侯友營 所以柯文哲的底盤在哪裡 而且我們再看 因為賴跟柯差距最小的時候 可能是藍白河的時候 那個時候柯可能有26 然後LINE可能是30 31 所以差距可能是5% 對 可是這個週末最新的差距37跟17% 差20% 所以這個 可是差最近的時候外頭是懷疑 首先是柯跟猴的支持者表態率拉高 再來也懷疑有一些綠營的粉絲自己反串 就是他故意干擾民調 干擾不同的支持 所以你會做策略性民調 我也會做策略性反應 然後結果等到他現在回歸正常 校正回歸以後 所以這個已經不是開喇叭口了 根本就一字馬了 這種情況如果再持續下去的話 它會造成一個狀況 柯文哲不是掉到20%以下的問題 20%以下是什麼意思 剛才說說一下講說 那個民眾黨預估他8席 8席的意思是什麼 他要有20%他才有8席 OK 好我們的算法是這樣子 立法院部分區的算法是5%有2席 然後每增加1席要2.5% 就你這樣算 所以你就5加15嘛 你才有2席再加上6席嘛 這樣子才會到8席 所以當他掉到20 20以下的時候 甚至我們預估大概都是15 甚至只有12的時候 他其實不會有8席 這個是民眾黨他現在最大的問題 而且我們再看這一張 這一張我覺得最後可以觀察一個東西 叫做吹票率 固藍藍綠各自都是基本盤 可是這有點像炸果汁一樣 吹出8成還是吹出9成是不一樣的嘛 這是一件事 然後第二件事是 柯文哲支持者會不會眼看 柯文哲可能當選無望 他的投票率又下降 會 因為其實這有點像球賽 人都喜歡站在贏那邊 然後站在贏那邊 可能會比較堅持看到最後 然後如果一場球賽 如果我是落後者 有些人看到一半就關了啦 不看了啦走人啦 所以這最後一個月的 這三組陣營的吹票率 我覺得可能還會有變動 這就是我接下來要談的事情 這是最大的一個變數叫投票率 大家看 那個上一次的投票率非常的高 然後2020年有達到七七十五 將近七十五左右 可是再上一次2016年只有66 66的時候大概只投出來一千兩百萬票 可是那上一次的時候是投出來大概一千四百萬票 對 那我們這個用這個基數 今年的基數大概介於2016年跟2020年之間 那麼大概就是差不多六十八左右 那大概就是我們現在算他一千三百萬票為基數 那為什麼這樣子算呢 因為氛圍的問題 有第一個 熱度氛圍 有很多人 第一個有很多的人看到什麼藍白河啊 說我這些歹戲脫膚 從年中這樣一直脫下來 他不想投票了 他覺得這場選舉太噁心了 這些人都是爛人 他不投票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他冷 他覺得冷感 沒有任何讓我激動的東西 那第三個就剛剛講的 覺得沒有忘了 他就不投票 以前這在藍營發生的比較嚴重 他常常說綠營的人是下刀子 天下刀子拿著出去 藍營下雨就不出來了 那麼現在不是 現在是柯粉 柯粉會覺得說 柯粉反正沒有忘了 出去幹什麼 那我們就去郊遊好了 浪費生命 這種情況出來的時候 這個投票率的 比如說下降一百萬票 這一百萬票的分佈 他就會非常的不平均 那就變成柯粉有大量不出來 那這樣子他的國會席次不分區 他又沒有區域 去綁這個東西 那他不分區就會大量往下掉 這個對白影是非常嚴重的 所以為什麼他焦慮到說 他要開自己的電視台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那因為很簡單嘛 我們以前老松的時候 我們也沒有錢沒有人啊 那怎麼辦 你們在桑卡都的時候 最後怎麼吹票 我們從一開始就算準 沒有錢沒有人 那我們就上專訪嘛 我們拼命上專訪 柯粉則現在也是這樣嗎 我們的邏輯就是說 拼命曝光 對我沒有辦法辦造勢活動 把人叫出來 那就把所有的造勢活動 帶到每個人的客廳去 曝光 現在他也是這個邏輯 這一張圖再看前面幾個 這個叫算本盤 比如說現在藍的綠的 那其實你看民調或什麼 藍的綠的其實都是回歸本盤 包括白的也都回本盤 那本盤是在什麼 大概數字是多少 2008年是 那個阿扁剛下來 這個什麼洪三軍剛過 最差的時候 他是多少 他545萬票 就是借昌廷 借昌廷那個時候 將近550 你看2020年藍的 那那個韓國瑜已經出來 把藍軍所有本盤不投票 什麼全部都叫出來 552 所以綠的地板是藍的天花板 你懂意思嗎 他也不叫做天花板 但是至少是一層樓板 552 那綠的底盤是什麼 綠的本盤 其實正常化的狀況下面 綠的底盤是2012年這個數字 就是609萬 所以綠的盤大概是600 藍的盤底盤大概是 就做組織盤 全部回本盤的話 大概是500 我的這樣子估 那這個白的大概有多少 白的大概只剩200 那1300 應該說含空氣票200 可能最後的投票率會影響 對 然後但是接下來 如果200萬的話 白有200萬 白的200萬是用15%在算 是相當於15% 如果他再從15%往下掉 那這個東西會回到哪邊去 就是很大的問號 那我的估算 依照剛才那個 那個反比的那種關係的估算的話 其實白的如果再往下掉 其實有相當大的一部分 可能會回去綠的那邊 昆宇你怎麼觀察 貓狗才有穿透力 然後我真的感覺觀察到 這些政治人物其實他們沒有小孩抱 或者有些有小孩的可能也不希望小孩曝光 因為會影響到小孩的隱私 因為我看到前陣子的新聞說賴清德好像也有 matsui 但如果曝光的話 他可能會被媒體騷擾會麻煩 那蔡英文是因為本來就沒有小孩 那個小美琴也是 那柯汶澤應該也不希望他三個小孩曝光 那他有聲量就好 他最多就是他老婆曝光 他小孩沒曝光 所以以後沒有小孩的 就是貓狗要養一大堆 他不見得要養 但是他至少要熟悉 因为抱猫跟抱狗 他有一个特殊的方式 我个人也是喜欢猫狗的 但我觉得有点悲哀啦 大家都不抱人类都要改抱猫狗了 难怪台湾少子话这么严重 人不如狗的状况 其实像我们这种单身老男人 感受最深刻 常常都是这样子 好 那个怎么讲 因为猫狗他不要单纯 感情不要直接 那么你对他好 他就对你好 所以这个已经变成一个特别的流量密码 比如说你像摇文字上次也想要用 结果一抱大家就觉得方式不对 他去抓脚 那是动保团体 不是动保处的玩法 那个不对 所以那个反而就反效果 好 那么这个怎么讲 这个如果要让这个什么 这个选民 年轻选民认同 其实猫狗是一个非常好的传达方式 而且萧美琴的那一张照片 最主要是那个时机 他的刚下飞机 把猫从龙子里面拿出来 猫受到惊吓 他就安慰他的那种真情流露 那其实就那种照片穿透力来讲 大家要的其实是那个照片里面 所传达的那种情感 那种就很成功 其他仿造的 其实就没有那种感觉 好 选战已经无聊到打到猫狗了 然后我们回来